這是我們佛密課程中的一個重要課程 在修煉過程中大家都知道有顯密兩種方法 所謂的顯就是由理入室 大家要知道顯密的一個區別 基本上我們從顯密兩個方面去分別的 那這個顯是什麼呢?顯是由理入室 密是什麼呢?密跟顯剛好有點反著來是由室入理 理是什麼?理就是理論 我們現在用一句話來講它就是理論 事就是方法 從廚師的行業來講理就是炒菜理論 事就是把菜炒出來 那麼密法它基本上上去直接從事 然後在做事的過程中 技術方法在事裡面然後顯理 把這個理通過事自己徹底的明瞭 所以顯傳的密法顯傳的修煉方法中 不單是佛密 不單是佛教有顯密的區別 實際上在道也有顯密的區別 那在天主還有耶穌基督的方法裡面也是一樣 都分顯跟密 顯的它都是說先從理上入 最後要把事情做出來 也就是說聖者能做的事你也要能做 聖者能夠善實且善成 你也要能夠做成功 不是說讓你去做你什麼做不出來 那個只是等於你學了一個炒菜理論 而不懂得真實的炒菜技術 那就不是一個原通 就不是一個真正的修法者 所以大家要從顯密上面去看到他們兩個的 在終極上是一樣的 終極上理是不二 就是說理論你也要同意它 是也要什麼 能夠做成理是不二 叫原有 一體 比方說大家知道的顯傳佛法中的禪宗 禪宗的著名的人物叫六祖慧能大使 整個禪宗到今天還是基本上是從明心見性 從理上的明心見性開始 最後到世上的真正的見自自己的本性 所以是六祖慧能大使他在五祖那個地方 剛開始聽聞《金剛經》的時候有所提過 後來在五祖門下做工做了幾個月 最後終於明信了 在五祖讓他寫集子的時候他還沒有見性 所以是他聽聞《金剛經》因無所住 接下去才生心而生其心 他才知道原來在世上要用心 要用心 用心才能把事情做成功 而不是在空中 是在空中生起一個真念 然後才能做事 所以叫而生其心 他真正的從那個時候他明心見性了 然後接下去做了一件什麼事情呢 他失蹤了 有人說他怕別人殺他 不是 他去做功夫了 所以說他在獵人的 在山上隱居了十五年 靠獵人的一個打獵隊 依托於他而生存 然後十五年終於他修成了 修成了之後就是什麼 你上面他在五祖的時候 門下最後離開的時候就通達了 那世上他做不成功了 他不能夠信一切者 他不能夠萬法由心生 萬法由心躁 之前他可以如如不倒 萬法由心顯他可以明信了 但是不能夠前行 所以在佛法中 這個不是修學的目的 你就是禮上面通達了 你能夠一搭藏教 然後都說得很圓 頭頭是道了 但是這個還不是真正的佛教 佛之教是什麼 佛佛會的 老師會的 徒弟都要會 老師能做的徒弟也能做 大家好 感谢观看